哇~~ 第一隻第一隻第一隻 他比我大拇指大兩倍 你現在那個Pizza名下壽司 只要來店裡每一桌都送一份 哈囉 大家好 我是德瑞克啦 比如我們今天來到台中南豚 那這次南豚 上次我們也來這邊吃小火鍋 然後上次我們就有看到 這邊有一間壽司 他那時候晚上排操場的 後來我們就上網去Google 他在Google評論居然有一千兩百多則 對 所以這一次我們就來踢館 我們這麼喜歡吃壽司的一個女娃 對 我們就來踢館 我們來吃吃看 他評價一千兩百多則 然後晚上人又那麼多 所以我們來吃吃看他的東西 那我網路上有先爬過文 基本上我會先點他一個雙人套餐 然後現在我們變比較冷 所以我們就點那個日本隊的那種死手鍋 所以我看到有一個龜無魚的死手鍋 我們來吃吃看 走囉 哇 滿滿的松葉蟹肉跟蟹膏耶 你這樣一口就把所有松葉蟹都吃光了 阿你剩下就留給我是不是 對 你吃我包包 吃吧可以包 喔 滿爪都是膏 膏 蟹膏嗎 這是他 他本人就對了 松葉蟹本人 他給的料真的是很多耶 你看 他這個膏是直接左邊這邊填滿的 然後我們還有一個 這一個 這個是雙人套餐裡面的內容 他不是雙人套餐就是說 兩個人就只有給你一個一個Sale 他是兩個人各給你一個 喔 這個畫面超好的 晶瑩剔透 對啊 鮪魚跟手指一樣厚 嗯 甜的 甜的 而且 你知道嗎 我不太敢吃太生的 東西 他的肉如果夠新鮮我是敢吃的 他是甜的 看他的油脂分佈的超好的 然後 哇 直接從中間把他腰斬吧 你完全就不用沾醬了 直接吃生 哎呦 你看吸進去是不是有膏 你吸太快 我那個膏沒拍到 那個膏都被你吸到最乾淨了 好厲害喔 對啊 這個的話 他是他的這個 冰捲沙拉 他看起來就是小捲然後加沙拉 然後淋了一些應該是和風醬 這個沙拉很棒 而且他的肉都給的很多 他小捲是給一整隻耶 腳啊什麼的 然後身體什麼的 他是給一整隻 來 我們家點了一個店內最招牌的丼飯 他這個丼飯是叫什麼 五味丼 五味丼 何味五味丼 五中口味全部都給你啦 鮭魚卵 松葉蟹 松葉蟹膏 海膽 起鞭肉 全部都給你 一個 最好是啦 等一下就滴到手 滴到衣服上 好 那我先吃起鞭肉 哇 欸 他鰭鞭肉給超多耶 這一整整塔裡面 鰭鞭鞭鞭我看一下 一二三 至少十條 這樣這樣 鰭鞭肉有沒有化掉 中鋒了 快要中鋒 我挖的這一口飯 全部都松葉蟹 松葉蟹的肉還沒挖到飯 你看 全部都是松葉蟹的肉 他的蟹肉加上剛剛那個荊棘真的是絕對 荊棘帶那個 酸甜的那個清爽味道 蟹肉是帶甜味跟口感 整坨都是蟹膏 來 我們的中間前菜第二道 來看一下 那你注意看 他不是六個不同口味 他都是給你兩個set 不會打架 對 你就不用跟我講了 製造貴度 新麥跟 他吃上面加那個明太子醬 它上面還有炙燒過耶 QQ的 所以他還是有一點 碳香味把那個花枝的甜味帶出來 很香喔 裡面還是有點 半生熟 有沒有 第一口進去 是先他的那個油脂的那個燒炭的那種香味 再來的話 他的魚肉進去 他桂魚是直接化掉 我感覺沒有吃到 他的肉 他這個肉直接是化掉 然後他的那個 底下的那個米飯跟油脂 通透以後 就把那個膩感減掉 完全不用沾醬 超讚的 再來就是這個 星麥 星麥 欸 而且很大耶 都快要比我臉大了 這不可能 沒有嗎 沒有 他的自燒壽司很香 他的自燒壽司很香 因為很多自燒壽司 他自燒的時候 他要嘛就上面的醬太重 吃不到食材的原味 所以他這個都不會 而且肌膚不用沾醬 你吃得到有鹹味以外 他的食材本身的甜是吃得到的 超讚的 低之低之低之了 一人又一隻龍蝦 所以總共有兩隻 而且超大的 啊你的汁你的汁 趕快喝趕快喝 好豪邁啊 好豪邁啊 大哥乾啊 整條都是肉 啊吃啊 好彈喔 他就是外面剛才那一缸還活的 他的肉是脆 他跟那個冷凍 冷凍的完全口感就是不一樣 他上面加的那個 蒜頭去調味 很好吃 他本身加蒜頭 他自己的甜味就夠了 所以我覺得這個 泡餐超划算 哇你看他底下那個就嚼了 嘿嘿嘿 連個嚼了 這裡面都是糕啊 很甜喔 所以他完全肉一巴就掉 欸你忘記了 龍蝦 我要吃你了 我真的要吃你了 兩個人都各有一個 豬肋排 來我們先吃 看看他的肉嫩不嫩 哇 哇 哇 阿公也可以吃 對阿公吃的 阿公可以吃的肉 你看 我沒有用力量喔 哇 可以加個夭食 你看 他上面的油脂 而且 他的醬不會太鹹 他醬是有點甜的 一掰就斷了 你看 我把那個肉 喔 燙 對 你看一掰就斷了 筷子就可以把它夾起來 看 目前從 沙拉 赤身 到剛剛那個 製造國壽司的前面 還有這個 豬肋排 我覺得以一套還不到兩千塊來講 他已經算很糟 所以他的食材目前都經得許我們 我們在考驗 我們都吃過那麼多間 壽司 OK 你有看過壽司 你有 你也有看過製造壽司 你絕對沒有看過 明蝦拿來做焗烤的壽司 披薩 而且 它裡面每一塊明蝦都超大 就整塊都明蝦 哇 下面是壽司 上面是明蝦加焗烤 吃看看 很像那個 我們之前吃過那個 加州壽司 可是加州壽司 你會不知道自己在吃什麼 因為它上面一堆醬 它這個比較簡單 它就是 簡單的起司的 帶那個鹹味 你本身就是吃它的那個 明蝦的那個 口感跟甜味 然後底下的擺飯 再把那個 焗烤的那個起司的油膩改用掉 好吃耶 來了 我們到了 哎唷 那個燒 我們到了套餐的 最後一道菜 它連湯都不馬虎 靠 它的蛤蜊超大 這給我愛大拇指 對 它比我大拇指大兩倍 正經就嬰兒的時候 超大顆的 然後它湯裡面我看一下還有什麼 哇 湯裡面還有那麼大塊的鮭魚肉 好鮮喔 鮮喔 那哪一個比較厚 哪一個比較厚 鮮來厚到 哇 你是打吃嗎 一口吃不下那一顆背 那要吃兩口 然後它的備注已經可以當鋼匪用 我覺得今天它這個套餐它有 刺身 然後刺身是每個人都一個喔 每人一份 然後再每人一份的冰卷沙拉 然後再來每人各三個 炙燒壽司 然後還有 每個人各一個的這個豬肋排 每人半隻龍蝦 然後還有超多料的湯 這樣子你兩個人加起來還不到兩千塊 所以它那個龍蝦是補的 我覺得算OK 因為它的食材真的都很精神 目前吃到沒有一個是有 操縱魚 它算是中價位的 對它沒有到很高價位 它也沒有到低價位 它是算是中價位 所以這邊的話大部分的晚上的步 晚上的時段人都蠻多的 我們現在是趁它 五點的時候來 然後我們天氣能 我們加點一鍋 現在在旁邊煮 這個鮭魚食手鍋 等一下來一看 喔~~ 看看超大 它真的比我們兩個的臉大了 哎呀 而且你注意看喔 它裡面有這個 超大的牛奶杯 然後還有香菇 然後這個是 魚板跟這個 番茄 然後你注意看喔 它的豆腐 它連豆腐都搞剛到 上面還有烤過 你看它連豆腐上面 都還有烤過的 所以它這整鍋裡面 它是味噌當主體 但是它 魚頭跟豆腐有燒過 所以你有點炭燒味對不對 夭打你看 那整塊都是鮭魚的肉 這個有點燙 呵呵呵 魚頭的肉就是 基本上就是 油脂跟瘦肉的合體 超嫩的 你看 超大顆的 你看 我覺得它這一整鍋 十手鍋的話 我覺得建議是說 如果你們是 四個人來吃的話 可以點一鍋 就點一鍋這個 然後每個人是可以 點 凍飯單品 那雙人的話 我強烈推剛剛那個 1980的那一個 哇那真的超划算的 而且 所以我不覺得這樣很像在什麼 圍爐除夕 剛剛我們有去問老闆 老闆他們只休除夕一天 這麼拼 超拼 方便的是說 你們不用在家裡煮啊 我覺得可以直接自己來這邊 然後我們就一鍋 一堆人可以 點這個 然後直接吃 過年 對 而且 這邊很重要看喔 剛剛我們拍的那一個 家點的那一個 就是大家都會喜歡吃的那個 披薩 明蝦 壽司 你現在那個披薩 明蝦壽司 3月 一直到3月7號之前 只要來店裡 每一桌都送一份 直接送 直接送 超屌的 這老闆好大氣 那其實我們今天有送 不是因為我們的關係 是跑盤說 只要有來都直接送 那我們今天有送 有 超 那你少花了一點錢 免費 他還有甜點 等一下我們拍給大家看 他的這個 甜點 還有一個 奶酪 超濃 他很像是介於 膏狀跟布丁中間 然後滿滿的牛奶 跟那個 芝麻的味道 這很好吃耶 好吃喔 這個我覺得他可以拿去丹麥 他拿出來丹麥一定會大紅 然後之後挪威就會受不了 他更加 吃 他很棒 沒有